从前有一座名为无悦酒庄的制酒厂 他们所酿的酒远近迟名价格公道 里面有一位酿酒师傅 尤其酿的一手好酒 传经他所酿的酒 无故香味四溢 鱼香绕笔三日破绝 人称酒王李 是一个心地善良 细心愿争的好师傅 开饭咯 已经一整天没有好好吃东西啦 耶 太慢了 兄弟们 大家一起上 啊 大师不要 啊 大师不要 你们这些恶心的苍蝇 看我给你们致命的一集 看招 住手 手下留情 蛤 走往里 上天有好生之德 放他们走吧 好 再吃机会 再吃机会 再留吧 今天真倒霉 哇 这么大一缸啊 兄弟们 冲啊 好好喝哦 太酷了 真过瘾 喝得太沉了 我快不死了 咦 怎么回事啊 原来又是你们这群小家伙 等我一下哦 再忍耐一下下 让我把水分 用棉花吸干 恩公 今天要不是有您 我们早就一命乌乌啦 好说好说 大家有缘嘛 恩公 咱们后会有期啦 再见啦 再见 被告酒王李 你 应一时贪念 竟然意图盗取他人钱财 竟然想杀人灭口 大人 草民是冤枉的 你看 人正 物正 刀柄上有你 五月九庄的刻字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既然你无话可说 表示你已扶手认罪 我就判你 死罪 恩公 咱们要赶快 咦 啊 啊 妈呀 有鬼呀 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这些苍蝇 有灵性 恩 这其中必有冤情 来人呀 我要重新升堂 仔细审理此案 罪名大人 来人哪 给我重打五十大板 看他招式不招 哎呦喂呀 好痛啊 我全招了 都是我一个人看的 哼 最有应的 多谢大人 明察秋毫 还草民清白 快救快救 差点害死一个好人 各位小兄弟 你们对李某的恩情 真是刻骨铭心 永至难忘 大家注意 听我口令 成绩和在心 放其身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救生赎命 偿还杀债的机会 一个广积福德 消除业障的机会